第26週 哈囉 大家 這是第26週 那我想要跟各位講 就是 我相信我這個頻道裡面 有追很久的人 就是有follow很久的人 其實打從一開始在 經營minecraft實況的時候 在曹哥伺服器的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 大家就是很努力的經營 那時候認識了OC這個team 他們是一個很會建築的團隊 他們很會蓋東西 蓋一些很不錯的東西 那至於 你問我們那個team有解散嗎 我們解散了嗎 其實沒有 只是大家後來的時間 或是遊玩的遊戲 都不一樣了 對 那就慢慢的開始淡掉 但是這個team的群組其實還在 偶爾會聊聊天吧 而且也有不同國籍的人 然後有些人會 有些人需要上班嘛 有些人要工作要吃飯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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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多少少就會 淡掉 那我 上一週有說這週的主題是 怎麼破解你的電玩成迷呢 SOMETHING HAPPENS 一個事件的爆發就可以 讓你破解你所謂的電玩成迷 那這個事件是什麼呢 像我一開始講的 像是曹哥伺服器好了 他後來關閉的時候 可能因為有很多惡意玩家 或是玩家的規矩跟秩序太亂 沒有遭受到一個控管之類的吧 那就 那個時候就因為這樣子 所以慢慢的淡掉 然後他也因為關閉伺服器 所以大家也沒有一個 也沒有一個目標 沒有一個target 沒有一個要完成的 不要說我要建設什麼東西 然後那時候 就有點在那邊淡掉 雖然之後 有在轉往其他的伺服器 去做建築 去做建設 可是呢 又因為 有些 團內的小朋友 或是 有人開掛被ban掉 挖礦嘛 開透視 被ban掉以後 就沒有一個共同的伺服器可以使用了 所以 加上如果自己開服的話 要那個維修 甚至是 定時的維護管理 太麻煩了 所以那時候其實就沒有一個很 那時候就慢慢的淡掉了 那一件事情 因為這種事情的產生 所以慢慢的淡掉 雖然之後有那個所謂的 海皮手這種PVP的出現 那相信各位也其實也看我玩 玩了一段時間 PVP也出了幾集 Bat War啊 Sky War Sky War I'm not really good at that 但是Bat War其實在 整個步調跟掌控 更是 MOBA跟團隊溝通上面 轉握得還不錯 但是 雖然掌握得還不錯 但是也因為他那個時候 有些外掛真的太扯了 真的是 那個外掛真的是 打個三場吧 可能就兩場都是外掛 所以那個時候 毅然決定 退出Minecraft的 海皮手的PVP 就是因為這個外掛的事件產生 那 你告訴我說 那你這次又重新的 回到Minecraft 那你是為什麼 為什麼說你要 你怎麼破解這樣的電玩沈迷呢 這個 部分其實在於 這個遊戲內的發生了 跟別人發生一些爭吵 那我覺得那個對方的理由 其實蠻好笑的 他想要做一個Prank 一個Pranky 就是 反正他想要Prank 我說 你把這個東西挖開 然後呢 結果下面買了一隻苦力爬 嗯 重點是 他是埋在我已經建設好的東西 已經建設好的東西 的旁邊 他說 喔 所以一隻苦力爬等於說 你之前在 我那邊買的TNT 是不是 我說 你那時候跟我講 那個是Engineering 那時候正在挖 Digging You're digging the hole 那個是Engineering所使用的TNT 跟一個 我不會無緣無故把TNT 拿去塞 人家的已經建築好的房子 OK 那個如果 假設說 你今天是你蓋好的東西 我去炸 That's That's really not good 今天你是一個Engineering 你是正在Dig的 你是一個正在工程的狀態 然後呢 你卻說 你卻要拿這個Pranky 的那個 產生的爆炸 跟TNT的那件事情 去做 去做 對談 我覺得非常的扯 反正那個事情就是 他的邏輯很奇怪 他的邏輯就是說 所以你可以炸 我不能炸 我不是這個意思 我的意思是說 你今天的炸 不是為工程而炸 不是為建築而炸 而是你要嘗試要做一個開玩笑的動作 去做這個事情 那個性質是不一樣 是不能混為一談的 然後他就說 喔 好 反正我這樣 我道歉 I'm sorry 我的錯 我道歉 我的錯 What the fuck man What the fuck 連聽都不願意聽 So 那時候其實就覺得說 I don't give a shit about that I'll spend my time to get a score 就是覺得說 幹 我那乾脆就 就不想聊你了 那我去學校 那時候我去學校 跟人家聊這件事情 後來 大家一致認同 對方那個人 其實有點問題 It really have some problem Anyway 就是遇到一個邏輯 邏輯出問題的小孩 真的很好笑 真的非常好笑 不只有我這樣講 連其他人都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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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而且前提是 他之前在 他之前在挖掘的時候 我問他說 可不可以炸 Voice code裡面 對談 他是說 好吧 那你炸好了 那你炸看看好了 我 I get his permission 可是他在 prank我的時候 他連 voice code都沒 call So What's that What's Whose problem Whose Problem It might be yours Even Even If that's my problem 我的問題也出在 我不知道你 有這樣的問題 I'm sorry about that I don't know that you are such so special Sorry about that Piece of shit motherfucker OK 那 總之 你要破解電話的車迷 很簡單的一件事情 遇到一個事件 讓你 有些是淡掉 慢慢淡掉 就是像我們前面的那個樣子 有些事情就是很突發的一個事件的爆發點 舉例說 外掛 我是之前在櫻花伺服器那個惡意破壞 Such like that 然後我沒有 我沒有 預想到 原來那一支 說我不在玩櫻花伺服器的那支影片 這麼多人觀看 OK 看來大家可能也是 受到很多惡意玩家破壞 總之呢 如果父母 或是你的朋友 發現你朋友電玩沈迷了 就用一個事件 讓遊戲沈迷的熱度 慢慢的消米 這樣子 其實比較有機會 真的比較有機會 他就可以直接 跳脫出這個電玩沈迷 一個事件的爆發 最快最快最快 快當的 抽離那個環境當下 Yeah That's what I'm talking about So 希望對各位 那個電玩沈迷的孩子有幫助啦 就是真的 也因為這個事件爆發 讓我 當天也出去了走走 剛好那天也是好天氣 然後去陽明山上 錄個影 Yeah 那個空氣真的很好 那天天氣也不錯 對 雖然說 所謂的遊戲人生 人生如遊戲這樣子 但是 還是不要花太多時間在遊戲上面 除非你像我 前幾週一樣 真的是 真的是 行動不方便 那道還可以說 還可以當個理由 或是藉口 原說過去 不過呢 真實的世界還是在外面 都出去走走 對 會比較好啦 OK 希望這支影片可以幫助到一些電玩沈迷的朋友 那 喜歡影片不要忘記按讚訂閱加分享 然後留言告訴我 你可能自己 對遊戲的看法 或是對電玩沈迷的看法 對 或是對這種 偶發事件的看法 都可以告訴我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拜託拜託拜託 希望大家也 給自己可以共穿一個美好的遊戲回憶啦 OK 那 這是影片的結尾啦 Thank you guys for today's watching See you guys Next week 下週的主題不一定 那我們就下週再見囉 拜拜 我們就下週再見囉 嘿